劝说挽留的努力并没有起到什么成效 哈布雷克公爵大人何许人也 根本就不是那种听别人劝的人 即使对方是苏菲也是一样的 根本没有任何的余地 他定了哪一天走 他就是哪一天 最终 阿托罗和仙朵拉 还是没有赶得上与他会面 哈布雷克公爵给这对双胞胎 留下了公爵大人似的一大堆礼物 然后悄然而去 湘密尔因为要等待他二哥 杰拉德过来接他 去菲洛西亚帝国的蒙塔罗德 去菲洛西亚帝国的蒙塔罗德学院上学 所以比公爵大人多待了一些日子 两个比亲姐妹还要亲的女生 也是一天当成两天过 分享着彼此成长的烦恼和喜悦 分享这短暂的美妙时光 苏菲 你喜欢喜萌吗 啊 苏菲不解地望向湘密尔 怎么会这样问 其实啊 我很担心你喜欢喜萌的 湘密尔嘟嘟嘴巴 就是那种喜欢 咦 苏菲惊讶地指着湘密尔道 难道 你 啊 你 苏菲咧了咧嘴 小心地问道 湘密尔 你是不是 喜欢喜萌啊 这 湘密尔的脸马上红了起来 他不宜地推了苏菲一把 我才没有喜欢他呢 我是 我是怕你喜欢他 苏菲又笑了起来 他亮亮的眼睛斜腻着湘密尔 似乎并不相信他的说法 却不想他一这样 湘密尔更着急了 他很不满意地说道 我真的是担心你喜欢他 你还记得我家哥哥吗 苏菲眨眨眼 疑惑地望向湘密尔 怎么把话题转到他家哥哥们的身上了 湘密尔无嘴笑了起来 听说你家哥哥也特别招女孩子喜欢 苏菲 我说的对不对啊 听说 苏菲笑笑 他伸出一只手 点了点湘密尔的额头 是谁告诉你的呀 阿图罗可不喜欢人家这样说他 不是吗 不管这些啦 为了我们将来能够在一起 我将来可不能嫁到天江云城这里 记住啊 要回纪堪普斯啊 苏菲无奈地叹口气 你想的 是不是太远了呀 反正我家哥哥你都见过的 你随便挑一个就行 湘密尔拍拍手 所以我说你不可以喜欢西蒙 你知不知道 苏菲又忍不住想笑 湘密尔还真是一厢情愿 竟然会想到把他自己的两个哥哥塞给他 你呀 你可真会开玩笑 就不怕罗纳德和吉拉德知道了你这个妹妹 居然把他们给卖了 会去找你算账吗 才不会呢 我告诉你呀 他们两个人一文一武 随你挑 然后我帮你看着 绝对不让他们跟别的女孩子来往 湘密尔一副包在他身上的模样 苏菲立刻大喊 听听 湘密尔 拜托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了 大多数十几岁的女孩子 对感情的事都还是似懂非懂的 苏菲自己虽然在地球上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但是他也算是个过来人 因为他所拥有的感情经历 加起来 不过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暗恋而已 苏菲也不知道要怎样说 才能让湘密尔明白 就算在一阶 无法再回到地球 他也不想早早地将自己的命运 与另外一个人联系在一起 还有很多事情等待他去做 爱情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他目前并没有想触碰 毕竟 这个世界在他眼里 仍然是充满了无数的不确定 可是另一方面 拥有一份浪漫的 完整的 执着的 独一无二的恋情 是任何女孩子都非常期待的 苏菲也不意外 所以 她绝不拿这个 最容易伤人伤己的事情 来开玩笑 西蒙 她只是我的普通朋友而已 苏菲的表情 带上了几分认真 小密尔 这种事情 还是顺其自然吧 反正无论如何 我都答应你 即使你将来 嫁到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里 也会想办法 常常和你见面的 好不好 好 就这么说定了 你可不能随口说说 就算了呀 香密尔强调 快点把你的空间传送门 做出来吧 自从她从梅西先生口中 听说空间传送门 这件事之后 她几乎每天都要提几遍 恨不得苏菲 马上就把它做出来 以满足自己 可以常来常往 随时可以见到苏菲的愿望 苏菲黑线连连 这位小姐 真当她是机器猫吗 相聚的日子 总是过得很快 感觉上送走 哈布雷克公爵大人 没有几天 就迎来了吉拉德 就像香密尔描述的一样 吉拉德已经长成一个 完完全全的大人 他早两年 就曾蒙塔罗德学院毕业 目前已经回到凯德帝国 在纪坎普斯的 魔法工会里做事 不可否认 吉拉德现在看起来 更加的成熟稳重 也更加的英俊潇洒 不过 他和以前一样 还是那么的细心 体贴 待人接物 非常礼貌周到 不同于阿图罗的 沉默守候 吉拉德给人的感觉 一直是如沐春风的 对香密尔的宠溺 也是异于言表 苏菲与他相处的 也非常愉快 他可以谈笑风声 也可以一丝不苟 更可以做到 处处为你着想 似乎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他想 他都能照顾得 妥妥贴贴的 难怪伯格拉格鲁瓦大人 放心派他过来 搜香密尔 去蒙塔罗德学院 作为家主 苏菲除了 雷打不动的 练功时间之外 其他时候 都用来带着 这两个兄辈 东逛西逛 没办法 谁让香密尔 他是个购物狂呢 今天为了更加自由自在 侍女 护卫们 一个都没带 很自然的 搬运所有的东西任务 都落在了 唯一男生 吉拉德的身上 苏菲其实 并不是不想帮忙 可是 就这样在大街上 他可不想使用 空间魔法和装备 香密尔 你真把可可 当成搬运工了 吉拉德身上 挂满了香密尔的战果 体贴的他 也忍不住 开启玩笑 虽然已经有不少的路人 对他指指点点 但他们 并没有影响到 他愉悦的心情 啊 香密尔这才将事件 转向迪拉德 她的样子 让香密尔也乐不可知 苏菲嘴边的弧度 已经在不经意间扩大了 并不是苏菲 想要以拼盖拳 但是 最近见多了阴谋诡计 和兄弟姐妹之间的 勾心斗角 香密尔和吉拉德 这对兄妹 真的很难得 一切都很顺利 只是在与香密尔 他们送别的时候 令苏菲万万 没有想到的事情 发生了 吉拉德拉格鲁瓦 红棕色的头发 梳理得整整齐齐的 只有一缕不驯服的选发 向前搭了在额头之上 她有着一双深棕色的眼睛 目光内敛而坚定 此刻 她正望着自己妹妹 哭哭啼啼地告别苏菲 心里不知为何 多了几分依依之情 她真的长大了 举手投诉之间 完全具有优雅淑女的味道 她的衣裙还和以前一样 向来都是简单大方的 向来都是简单大方的 款式和色彩 可是衣服的质地与细节部位 却透露出低调而极致的奢华 如果不是因为她是一个魔法师 具有出色的精神力 可能她还不会发现这一点 这个女孩子 依然是小时候那样温柔 淡然 低调的个性 这使她并不引人注目 只是不知为何 却始终让她忍不住 将视线掉向她 是因为 那个微笑吗 第一次注意到她迷人的笑容 是在她差不多七八岁的时候 那浓浓的暖意和盈盈的笑意 在她眼中慢慢显现出来 好像是鲜花缓缓地绽放 使她整个人散发出动人的光彩 也让她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应该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她就会时不时地想起她 只可惜 她后来再也没有对她笑过 呵呵 一次也没有 似乎是知道自己 抗拒不了那个笑容 只有单独和香蜜儿 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看到那毫无保留的 让人心动不已的笑容 她摇摇头 再这样下去 她快要成为偷窥狂了 本来 早就与香蜜儿说好 等到大家分别的时候 绝对绝对不流眼泪 可是到了那一天 两个女孩子 谁都没有遵守规定 全都哭了 比起香蜜儿的声泪俱下 苏菲那种默默流下的眼泪 强坐平静的表情 好想让杰拉德更为心疼 她将她所有能想起来的 所有安慰的话 都讲了个遍 可是对舒缓这两个女孩子 离别伤感 却收效不大 费了好半天 杰拉德终于强行把香蜜儿塞到马车里 让她一个人在车厢里冷静一下 整理面容 这才找到机会 将苏菲拉到一边 瞅瞅片刻之后 她轻轻叹口气 低下头 望着苏菲哭红的一双眼 轻声说道 我觉得 香蜜儿的那个提议真的很不错 你 你要不要考虑看看 不过 不用着急 我会等你的答案 不是苏菲过于迟钝 在那一时之间 她实在是想不起香蜜儿有过什么提议 不过杰拉德此刻专注认真的眼神 倒真的让她有些不知所措 直觉上似乎不是什么好事 她迟疑地问道 提议 吉拉德的脸 哐得一下红了起来 她咧嘴微微一笑 自己想 说完 很自然地朝着苏菲挥挥手 转身向马车走去 苏菲 苏菲 你不要忘记给我写信呀 走了好远 香蜜儿又从马车的车窗伸出手来 向苏菲摇着 急得要急到蒙塔罗德学院呀 苏菲连忙甩开刚才的疑惑 对香蜜儿挥手道别 知道了 香蜜儿 你照顾好自己 看着马车渐渐远去 苏菲猛吸一口气 转过身来 见到笑咪咪的梅西先生和萨利米亚 两人心疼的眼神 小姐 你不要难过了 瞧瞧 这才几天时间 你就哭了两场了 米亚用手帕 帮苏菲擦掉胃肝的泪痕 没办法 外公和好朋友的离开 苏菲的确很难过 她躲开梅西先生含笑的眼神 匆匆跑回自己的房间 忍了半天的小妖同学 终于从妖精界里飞了出来 飞到苏菲面前 问出了她所擅长的八卦问题 苏菲 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什么答案 小妖 你也跟着起哄 苏菲扁扁嘴 此刻 她已经想起 香密尔那个 关于两个哥哥的提议 不过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事竟会被吉拉德知道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她的回答很干脆 我觉得吉拉德很好呀 要是让我选 我就选她 小妖的两眼冒着红心 我喜欢这个类型的男孩子 太弱 小黑摆了她一眼 从苏菲肩上跳了下来 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 有什么 还是我更适合苏菲 小黑 你也太自恋了吧 小妖咬住手指 不过小黑你说的也对啊 她的实力还没有苏菲抢呢 打住打住 你们两个不要发神经了 苏菲无奈地抱怨的 我还不到十四岁好不好 吉拉德这个温和 可信赖的男孩子 他从未对他产生过 任何一样的感觉 他与他之间的相处 连兄妹 姐弟 朋友 都还算不上 他只当他是好朋友的哥哥而已 比较起来 阿托罗却真的被他当成哥哥 亲哥哥 从相连的血脉上 从心里上都是 距离开学 还有几天的一个下午 一男一女 两个如天仙一般的人 带着疲惫的随从 跨进院门 哥哥阿托罗和姐姐天朵拉 终于回来了 苏菲接到家里通知 带着侍女和护卫 回到法耶的府邸 很久没见了 他很高兴 他们能够顺利完成试炼 平安地回到天家云城 虽然这对双胞胎始终不爱讲话 但是他还是希望 能够听到两人讲试炼的故事 阿托罗跟仙朵拉 倒是一点也没有风尘仆仆的样子 一个温雅卓绝 一个清朗美丽 惊谁那一扫 苏菲就察觉到他们的进步 阿托罗仍然是出击见识 但他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已经接近终极见识实力 千朵拉也如愿突破高级魔法师 达到大魔法师的境界 为了欢迎哥哥姐姐归来 苏菲破里跟家人一起共进晚餐 当然 得知了小黑大人尊贵的空间魔兽身份 法医也就默认 他一同在餐桌上用餐的事实 毕竟 在菲洛米娜庄园与哈布雷克公爵大人那对午餐 他已经领教小黑大人的餐桌礼仪 公爵大人都没有意义 他当然就更不好说什么 看到你们顺利完成失恋 爸爸妈妈很为你们高兴 还有 你们的妹妹在这个学期学校里 也跟他同学一起赢得了 迅速大赛的全年级总冠军 长条捉得一头 法医缓缓举起酒杯 看起来 他的心情极佳 这几个孩子的表现 总已让他这个做父亲的感到非常的骄傲 他的话 是这对双胞胎表情各异 阿托罗的脸上 是略带惊讶的微笑赞赏 而仙朵拉 则是疑惑地仔细打量着苏菲一眼 仿佛头一次见到自己的妹妹一样 苏菲十分平静地面对他们 因为他早就知道 次次回来 他们必然会得知他空间法师这个事实 之前没有讲过 其实我是个空间系魔法师 他坦率地告诉阿托罗和仙朵拉 仙朵拉又望了望他 才轻声道 空间系啊 难怪感觉不到你身上魔法波动 苏菲下意识地看向阿托罗 却发现他正静静地看着自己 眼神之中有种遗憾 遗憾 是他看错了吗 为什么会是遗憾呢 他疑惑地抬起眉毛 可是转眼阿托罗的表情 已经换成他独有的温暖微笑 而这时仙朵拉继续问道 苏菲 你现在是初级法师了吗 既然看不出苏菲的程度 只好开口问了 只见苏菲奇怪地望向他 他忙解释道 我是说 要不要我去请我的老师 斯蒂菲新大人 帮你介绍个好老师 不用了 谢谢 苏菲摇摇头 我在莫斯霍克已经有老师了 他是炼金部的伊格纳茨大师 是吗 仙朵拉撇了苏菲一眼 然后重新拿起刀叉 低下头 轻声重复道 伊格纳茨吗 是啊 苏菲 妈妈也觉得仙朵拉说得有道理 可以让四弟分心大人 给你重新推荐一位空间系的老师 艾薇赞赏地望着仙朵拉一眼 之前我们都不知道 你有空间系魔法天赋 既然现在知道了 有更好的老师 不是更好吗 苏菲暗中叹口气 她勾了勾嘴角 我并不打算转去魔法部 再说 伊格纳茨对我很好 而且炼金部 也是我兴趣所在 不去魔法部也没有关系的 艾薇笑起来 只是想有个老师 在空间魔法上 给你一些指导 伊格纳茨大师 是确实非常出色的 但是并不表示 你只能拜一个老师啊 你爷爷不是还帮你找了一个 刺客术的老师吗 其实 苏菲轻轻地放下手中刀叉 用餐巾沾了沾嘴角 我并不需要魔法老师 而且以我现在的程度 在莫斯霍克并没有合适我的老师 他扫了一眼法耶 阿图罗和仙朵拉 他们三个人都在盯着他 他忍不住又太一口气 他们也是想他好吧 我应该有终极魔导师的程度了 莫斯霍克应该没有比我更强的空间法师了 原本苏菲并不想说出来 可是阿图罗眼中那层期盼的神色 令他改变了主意 中计魔导师 除了苏菲自己 和正在狂吃萨里专门为他准备的魔兽肉排的小黑之外 餐桌上的所有人都惊讶至极 法医和艾薇更是圆睁着眼睛 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感谢观看